hello今天说一下justin bieber 比博吧 说一下他在这个时尚领域的一些改变 还有他的音乐 然后我发现他的穿衣品位和他利刃的女友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 在2010年加拿大的15岁年轻歌手justin bieber 凭借着他自己创作的一首单曲baby席卷全球 可以说justin凭借着baby这首歌一出道就迎来巅峰 在2012年justin bieber的17岁开办了他个人的第一场演唱会 在2012年justin除了获得失业的巅峰之外 他还迎来了他人生当中非常宝贵的一段感情 就是和美国的迪士尼甜美女童星serina gomez的恋爱 他们之间的恋爱被美国人称作 尖童与女伴的千座之河 但是谁也没有想得到justin和serina 他们这一段隔了两年的姐弟恋 会演变成美国人民每天喜闻乐见 晚上八点当的狗血爱情剧 一出道的justin喜欢穿着指示的衣服搭配一些普通的滑板鞋 最有标志性的就是他那一缕金黄色的头发 透厚的刘海 他这一身造型搭配他的外表 也成为了当年万千少女所喜欢看到 还有万千少男所模仿的一种爱豆文化图腾 和serina谈恋爱之后 justin bieber的年纪也到了17岁 他也意识到自己的造型要变得更加的成熟 还有有味道 因此他就开始尝试穿着一些designer的西装 搭配一些爆粉的潮鞋 哦对了 他开始把自己的刘海切起来 然后开始有纹身了 但是汹涌而来的名利还有被关注 让justin感到非常的不适应 他享受着被名利所带来的关注的同时 却也因为生活被过度关注而变得迷惘压抑 14年 Bieber因为9号驾驶而被逮捕 狗仔队TMC还曝光了他一张面带笑容的收金罩 同时他也彻底放弃了自己的形象管理 在叛逸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 他开始喜欢穿低当裤 从此以后他的裤子再也没有起起来了 不过也因此成为了CK的代言人 经历了1314年 到全世界所垂起的低潮期 到了15年 这个浪子决定重改前飞回归正路 隆重吹出了新专辑PURPOSE 曲风一改以往的志气 一首SORRY WHAT DO YOU MEAN 成为了当年爆款单曲 同时Justin Bieber开启了The Purpose Tour的全回演唱 Purpose之后 Justin的音乐就基本上滑在别人的单曲当中 DJ Carey的那一首爆红 I'm the one 还有由Justin重新编曲的Despacito 这两首歌都是因为Justin Bieber的合唱 而成为了全球爆红的单曲 Purpose专辑吹出一直到2018年之间 Justin的穿衣深受Carnier West的影响 喜欢上了高阶的风格 破洞牛仔裤 搭配滑板运动鞋 破烂格纹衬衫 Vintage的乐队T恤 这种帅气的摇滚跌穿风格 再一次在年轻人当中泄起了日潮 在Justin事业低潮时 他的小粉丝Hairy Bowen走进了他的世界 传闻他们曾经约会过一起过 但是后来就不止了终 Jui Bowen的出现 气走了他的女友Serena Justin也在这多年之间 前前后后约会了 大概有26个女友 和这26名女友分分合合期间 让Justin明白了 谁是最适合自己走下去的人选 不过说实话 我觉得Justin是和Serena Gomez 在一起的时候 是最前面最开心的 有那么多的 Aco 我等你 Aco g Mas Aco 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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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借了 我们最爱的人呢 并不一定是最适合和我们走下去的 可能也是Justin他因为名利而带来的这种忧郁症吧 这种emotional的breakdown 可能是让他和Serena没办法继续走下去的原因 在一半年直到今天2020年 Justin Bieber他的穿衣风格又迎来了改变 可能让所有的观众看不透的 并不是他和Serena之间的八点档爱情剧 而是他头上那乱糟糟的头发 还有那两片八字胡子 其实是可以解释的 他现在所穿的衣服风格叫做 Scrum Bro 所谓的Scrum Bro风格 就是一些潮人他们经常穿用的那些 Supreme of White, White Palace等潮牌 会经常搭配一些非常古怪 而且花销的单品 比如说用袜子搭配拖鞋 头发总是乱糟糟 胡子也不过 营造出一种潮牌混搭的粗糟感 穿Scrum Bro这种风格 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欣赏 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 Scrum Bro这种风格是一些白人的便宜明星 为自己懒得搭配不修蝙蝠 而刻意营造出的一种借口而已 所以在Justin Bieber的角度来解释 就是说你们辛辛苦苦抢来的潮流单品 我就随便穿穿而已 所以Justin出道11年 他经历了高潮低谷反弹 现在也不就25岁 红娃娃脸男孩 演变成今天的成熟已婚男人 Justin不再跟风 开始关切自己的风格 因此他就创造了Drew House 这个牌子是主打 以休闲和街头服饰之间的一种临界点 这个经典的皇室笑脸 Smiley Face为品牌的主要logo 像一种无需无束 穿着随意活在当下 追随自己梦想的品牌理念 让穿用它的人 可以感受到一种正面的能量 也许大家并不能get到Justin 他现在的创意理念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 Justin花了11年走出来的经验和教训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少年到成熟男人之间的转变 一个成熟男人该拥有的态度 好 那我们现在来说一下 他这一次时隔5年的新专辑 Chase的一些周边 Chase这一张专辑 如果有关注他的话 肯定会有听的 这一张专辑 可圈可点 Yummy是很catchy的 让人很有记忆一点 但是触逃的人也很多 就是说好像15年Purpose之后 他这一次专辑好像没有走出来 在我看来可能他的音乐没变 变得是他个人的心成熟了求稳了 然后这一次由于疫情 Chase这一张专辑 并没有带来Chase的巡回演唱 首先这个礼盒是一个CD的礼包 里面有实体的CD 这个CD礼盒我是冲着它里面的Yummy的短裤来买的 这里面有12345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我看到一条短裤 挺薄的 除了短裤之外 这个是贴纸吧 然后CD呢 在这里有他整张专辑的单曲 1234569890 一直到16 16首歌 比伯的个人写真照 信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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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个呢 就是一些sticker 这个还蛮可爱的 Justine Bieber 这里呢 是纹身的一些sticker 因为第一件 前面呢 是有他这一次的专辑的 这个头像印刷 印的还是挺漂亮的 然后他这种布呢 是很明显的 随喜挂的一些纹路 大家一看呢 这个版型呢 就是他现在所自从的这种 Oversight的洛杰斯基 前面呢 就是一个小小的这个chase的 这个英文的 他这个专辑的大大的这个photo 我本来以为是一条可以外穿的短裤 我发现他其实只是一条 拔底的内裤 穿着用来睡觉还是挺舒服的 虽然今天开箱呢 是一些专辑的周边 但是他这一次周边的东西呢 我可以看得到 Justin他对时尚的一些理解 还有他对时尚的一种欣赏的角度 然后对于Justin他这么多年的忧郁症 和Serena之间的纷纷而合 到最后选择了Harry Bowen 作为他的妻子 他又有颜值又有柴火又有名利 这些都有了 为什么还那么迷惘会忧郁症呢 其实就让我想起了一部最近看的电影 我们都想当一个能体面生活的都市人 可现实却是刚是活着就已经缺尽全力了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今天为大家讲解了Justin Bieber 还有他的一些时尚改变的历程 然后下一次我想到有什么好的内容 再分享给大家 好像每次都这样说 哎我也不知道 我要sign out了 Peace